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台湾、英国、纽西兰与澳洲科技媒体中心SMC 分别邀请专家学者解析研究成果 并发布新闻资料 研究团队编辑机的生殖前蛆细胞中的M32A基因 发现这些长大后的机 可以抵抗来自其他患有A型禽流感的机 在自然情况下的感染 但还不能抵抗1000倍病毒剂量的感染 作者也强调 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保机的健康不受基因编辑影响 而且要阻止禽流感病毒演化 可能需要多次的编辑M32相关基因 英国剑桥大学兽医系主任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说明 这项研究显示 引入一种基因突变后 机对低毒性的禽流感病毒 具有显著但非绝对的抗性 将三种基因突变引入机细胞时 机对低毒性和高毒性病毒都有完全的抵抗力 其中还包括过去几年 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野生鸟类和家禽造成严重疾病的一种代表性病毒 伍德表示 在过去20多年 养殖家禽的禽流感问题大幅影响经济和人类健康 这项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一种有弹性 不特别针对特定病毒株的解决方案 将有别于目前仍然是针对特定病毒株的疫苗 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领导生物医学数据科学组的副教授迪米特里·培林·Dmitry Perrin说明 一个基因通常涉及不止一种生物功能 一种生物功能通常也涉及不止一个基因 一次编辑可能对一个特定功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但也对另一个功能产生不良影响 这项研究仍需要进一步评估 但令人鼓舞的是 目前没有发现生长 外观、行为或疫苗接种反应等方面的差异 台湾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郑旭臣指出 由于禽流感病毒便已快速病毒 每次发展出新的疫苗或防治方式 病毒就会再次变异 让新的防治方式失效 所以防治困难 若在养鸡产业大量推广基因编辑机 初期或许可以延迟禽流感的传播 但是在目前高密度饲养弹机的环境下 可能很快就会因为病毒突变 而发生突破性传染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 请订阅、点赞及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